- 抗星來了- 所以有可能明年31歲然後遇到一個對的人就結婚生子 - 如果結婚後他說林志玲評止所有的公開表演- 嗯- 說好嗎? - 好啊- 蛤? - 其實我覺得一個真的是互相相愛他一定會體諒你 - 所以這種要求我不覺得他會這樣開口- 可是我覺得有這樣開口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在- 到白老會寫信來邀請林志玲去參與國王與我的歌舞劇演出- 跟台北的丈夫說不准到美國去- 因為遠距離會無法維持婚姻關係- 嗯- 好難哦- 其實我就會覺得- 如果下一個階段我選擇是婚姻的話- 那就為婚姻做該有的選擇- 所以你會選擇婚姻- 我現在還不曉得- 就是說未來的路怎麼-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啊? - 可是下一階段如果是剛好有這樣子的- 一個幸福的點在的話- 也許我會去抓住他- 所以先抓婚姻勝過- 先抓白老會歌舞曲對不對- 看哪一個先來- 如果說結婚生子- 然後變成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 嗯- 没有關係- 就2004年轟動一時的林志玲- 從此從江湖上消失不見- 我覺得一定有下一個階段的快樂吧- 嗯- 當然你在家裡面看著- 其他林志玲的接班人一個個冒出來- 嗯- 當然你在家裡面看著- 其他林志玲的接班人一個個冒出來- 嗯- 當然你在家裡面看著其他林志玲的接班人一個個冒出來- 嗯- - 當然一年是真的人家送給我的一個禮物- 然後所以對我來講已經是- 格外的豐富- 嗯- 很精彩了- 嗯- 很精彩了- 本來的我可能這都沒有欸- 嗯- 你真的講真的- 如果沒有2004年這一波- 突然的莫名其妙的紅起來- 你真的有- 會準備好就是說- 就做一做模特兒- 然後就沒有變成明星- 然後就走向婚姻- 就這樣啊- 就你可以接受你的人生- 沒有發亮的一刻嗎- 嗯- 可是- 嗯- 可是我還是會覺得- 那個時候 - 或者我是發亮的- 我覺得你只要對工作認真啊- 還有自己家庭- 嗯- 還有自己家庭- 然後有很好的- 家庭關係- 朋友- 其實你會覺得說- 自己就是精彩- 只是發亮的- 那每個人有不同程度的評分- 我不覺得說一定是明星啊- 還是說- 報紙寫得多- 你才是紅- 嗯- 我真的覺得那個齒在自己- 哇- 今天真的林志玲加分好- 我覺得我們兩個感覺好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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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兩個感覺好邪惡 我們等一下把讓她拿- 把世界上給- 你試倡剁好了你 Comme蛋了- 是真的感覺好邪惡- 把世界上給優惡 那個精靈肌 rapidly- 你看懂的- 天使好像邪惡- 天使 jouもう- 宜就很邪惡- 謝謝了- 謝謝你今天來看的- 看賽 allowed to love it - 謝謝 真的 陳針 才華洋溢的製作人和歌手 1988年推出拥挤的乐园 让听众见识到他魅力独特的城市情歌 自然的态度与情感 陈森总是有不按牌里出牌的帅信 今晚的康熙来了 小S和陈森会激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内容十分精彩 你错过可惜呀 康熙今天大家还是康永跟CD 来的客人是一位大才子 我们欢迎陈森 欢迎陈森 不好笑 我没有叫不好笑 他今天来心情不错 是因为我知道他还蛮哈你的 你又怕这个字 怪怪的 人家怎么说你是长辈吧 你不要一开始就把界線画这么分明好不好 是你自己调戏过人家的 对啦 我当时是调戏一下陈森 不要紧张 你跟陈森说什么 那时候陈森就像我那个娱乐百分百 然后当时好像问了圣哥说 有没有可能跟我交往 后来你还放话说 如果你准备好了 那个 因为你你自己觉得你的身形变了嘛 然后我也在练铁人三项 然后制作单位就放话来说 好不好一起去那个游泳啊 结果后来本来是要一起游的 听说是你推掉这个通告 你说你身材不够好对不对 我还没有做重力训练 因为我本来想说五十岁要拍写生子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撑到我五十岁的时候 可是森哥当时应该也没有认真吧 有 这是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认真想 对啊 任何有血有肉的男子 比如说夏远忠 你问夏远忠 他一定会考虑一天一夜 你跟我说了好几天 不是我考虑一天一夜 他就说小S约他游泳 很幸运的 那森哥你会认真考虑 我当时问你说要不要跟我交往这件事情 有有 每一件事我都很认真考虑 再来又看某杂志写说 跟你吃一顿饭 要开价要一百六十万 那是外面的价啦 现在是 你讲一句话 我就大概赚五千块五千块 没有 如果今天升高于我吃饭 我当然会有一点折扣 改越不到吗 你知道他的夜店很秀欢迎的吗 我是有听说啦 可是也是有一些人跟我反映说 他在夜店 比如都会跟人家聊天啊 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个 都是蛮想中途离场 只是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有个客人来 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今天这两位来宾 夏远忠还有静德 我们欢迎他们 两位 请问静德是谁啊 静德我 不好意思我也不认识 你是谁 静德是我的唱片企划 OK 那 去夜店都是你陪他去的吗 这这这些年 十几年 我们都常常一起去 去去夜店 他真的很受女生欢迎 就是 我觉得每次去这边 他的角色总是好像 宋王迎来的这种感觉啦 因为 其实他去通常不会约女生 然后来都是不小心碰到 不管去这个店 A或者是B或者C这个店 然后呢通常是 有碰到的人 那圣哥就热情的招呼他们 然后喝喝酒啊什么 那通常也就是他们先离开啦 这样 对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什么 只要圣哥开始演讲 大家就想离席的事情 所以他人在讲话吗 可能 因为每天到去嘛 所以那个话题 可能会有重复性的高端 上次是谁在我们节目 也说 遇到圣哥的时候 还想中途离场 康康 好像500老师也是 康康和500说 他们只要到夜店 都会先把头探进去问说 如果他们两个坐在一起 应该会聊得蛮好了 跟我们这种级数的 他们听不太懂 所以就说你们级数太高是不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高谁低 但是总之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 《风中的费洛蒙》 我念一段里面的那个给你听 《风中的费洛蒙》第75页 他哭了 他是女子朋友 他哭了哭得很凶 我不是没有对自己发誓过 再也不纠缠你了 很吓人的 他那么说 这是男生的他 那这女生的他就坐在男生的他身上 他坐在他身上 粗暴地吞去他的衣服裤子 他碾亮了灯 看着他 女生把灯碾亮 看着男生 想看得清楚 像再也不能看得更清楚 那男的他就躺着 失神地想伸手去拿烟 像溺水吧 失神地想抓住一根草 肋骨在瘦弱的肌肤里面起伏 然后那个女的他就俯身 稳住他的嘴 祈祝在他做任何许诺之前 记住他 他不想让他的许诺 在风里散你 然后就 两个人就说 不许说不许哭 另外就说 我恨你我恨你 然后两个人就坐缠在一起 结果只有那个 两个就睡着了 我这样讲太糊弄了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做不做 不重要 那个moment不是那么重要 对啊 对你本身可不可以做这件事 最重要 都上身 你来干嘛的 因为 你个人有下延中的事啊 对啊 对啊 是一个 这种事情怎么会是 他来帮你回答 又不是他跟你 不是 女生 属心地问你问题啊